文化部長鄭麗君 17日才剛陪蔡英文總統 出席綠島白色恐怖紀念園區街牌 隔一天再參加新北市新店的 國家人權博物館街牌 行政院長賴清德也到場 民進黨選隊會啟動北市徵召 對於被點名參選 賴葵沒有回應 遇上場外有人抗議 也是不為所動 不過上台致詞 話匣子一開 再對國民黨開炮 賴葵全程說台語 讓政治受難者家屬 可以聽得懂就是不談選舉 至於也被點名參選的鄭麗君 外傳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奉蔡主席之命積極遊說 尋蘇貞昌模式徵召 過去兩天我仍在綠島 那麼來參與我們綠島 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的街牌 那所以並沒有徵詢的這個事情 文化工作還有許多需要推展 那有許多有意義的事情 正在進行 那所以我沒有參選的規劃 鄭麗君一向被視為 小鷹人馬中的黑馬 不過一句沒有參選規劃 綠營最強的人是誰 五月底先抵牌 懷孕新聞林志鵬張哲豪 新北市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